我該怎麼背 我頭掛不去什麼 我可以嗎 拉紙拉紙左邊肚子到了 我們住在這好不好 我們覺得怎麼樣 我們就不要出去了 我住不去 這個簡色記著我真的要天驅你 啊 我好像剛開車的人 我現在不知道我該怎麼背 我該怎麼背 我們住在這好不好 我們覺得怎麼樣 這個簡色記著我真的要天驅你 我不要 我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大家早安 今天就是大家瘋狂敲碗 而且熱烈迴響的最難聽聽 不要給我打他去 然後因為大家也說 Sienta這樣子很多 但是這一次小夥伴們 特地把我租了 這一台是Toyota的Camry 車長比上一台長了60公分 車寬也寬了2、30公分 整體的車型都比上一台的長跟寬 車道如果肩子比較窄 那應該難度就會提升 我很興奮耶 那你們大家就是 有保全線齁 如果刮到什麼的我都不負責 因為是他們租的 請大家不要開車來這間愛買 世界無敵爛的停車場 小心自己的車費刮傷 到底是誰設計的 仔細在牆壁全部是傷痕 用到世界無敵爛這字很重耶 還有人說上西亞坡的停車路線很難開 因為我剛剛在等你們裝機器的時候 那我剛剛有滿多車進去的 然後我來研究一下他們的那個車子的大小 大家如果都進得去 我有什麼好怕的 可是阿柯現在一講我 我常常有點小緊張 來囉大家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這才第一個 欸你們 我們 哇 他的車道寬度 左右至少都還有個十幾二十公分吧 看不到到前面耶 對啊 我有可能會刮到 我現在把我脖子伸到最長 你的右邊要小心喔 右邊比較容易吃到 我覺得我真的跟這台車太不熟 開得好緊張 我那個自信感都沒了 我 還可以還可以 還行還行 過了過了 還有一個柱子 他這個柱子設計的完全不對勁耶 欸他全部刮辣耶 如果我只是想要來個愛買 然後撞成這樣我就會大生氣 做的話我就在這裡面開一點氣球工 啊哈哈 讓他撞到滿來全 出口 看不到耶 如果撞到冷的有聲喔 還可以還可以 快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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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前面左車頭我覺得要撞到耶 這邊 右邊比較緊一點點 過了過了過了 過了過了過了 他撞進去啊他碰到一顆洞 對啊 哈哈哈哈 第一個跳最完畢了 我剛剛真的一顆心蹦蹦跳耶 難的是因為我跟下車真的不熟 好多都看不到前面 為什麼 是斜坡抖度還是車身比較低 還是 車頭比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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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比較矮 這次難比較多 我真的覺得車子有差 我不會再說什麼開遊覽車也可以 我覺得你一進去發現車道這麼窄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點怕 它不是讓我覺得很舒服的 難度有個三顆心中間直 它的斜坡好像沒有到這麼難 兩顆心好了 車道能力度滿難的 右邊那個牆 我不知道後面會有更難的 我先給四顆好了 最後一個是車位的難 它是大賣場 所以它車位相較多 不會太擠或是太小 一顆心就是不難 你只要進得去 你都可以停到位置 準備就下一個吧 好 GO 新聞說 網友去開這個停車場 然後下一站就是直接跑氣場 這個也是我們那個 Youtube直接超多人留言 摸到很陡 停車就會又一樣 等一下散步的時候 後來一段就這樣走 我轉囉 直接就進囉 好斜喔 萬眾前代的天成夜 地圓 哇 跟我們看不到前面 欸 我們也在等著 對不起大家 我們一起挑戰 對 那個撞成這樣 外國起船 你有看到嗎 對 它好低喔 天花板 到11樓囉 陳昊你確定我進得去喔 進得去 我誇到不算我的喔 可以吧 好緊張喔 這個 可以吧 可以啦 Oh no no 我們最怕狀況遇到了大家 我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 我倒車我倒車 不行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就坐一台 我要怎麼辦 會車 會車 唉唷喂呀 不是不是你停車道讓它上來就好 哇你看左邊很精采 第二個挑戰結束了 這一個難度比上一個高 它的難度是難在 一上停車場的斜坡斜度就很高 你會完全看不到你上面會到哪裡 所以它用了很多花意去到你的一個緩衝 所以難度我覺得 四顆囉 那斜坡難聽 車道是雙向的 所以有會車 難度相較比上一個高 所以也有四顆 然後再來呢 它的所有的車道 跟停車的車距都比較讚 停車的難度就比較高 然後這個難易度我給四顆 那我們就先去下一個 北向囉 出發 大安區的這個全聯聽說超難聽 它只有1.8顆型 停車場非常爛 車道非常狹窄 轉彎空間容易撞到 不適合坐停車場 飛機要真的不要來停 格子不多 下來的轉彎會刮到車裡 難怪 還是這個怕 你怎麼都會怕 停車場鬼王 車道我覺得會很平耶 來囉 車道狹窄停 小心駕駛 我看不到前面 Everybody 因為它一直說彎很難過 所以我已經盡量往外側了 你看那個床 哇 它旁邊有凹爛耶 那我這邊有一個板子 我有看到我的波子很長 啊 凹下來了 只有這幾個停車隔了是不是 位子真的太小了 那我現在讓它回幾次 我才接得進去啊 給我自己拍手 挺好的 你看我又出不去的感覺 我不喜歡這個感覺 我被困在這裡 會撞到嗎 還可以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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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已經到了 要他們這樣我就很不帥氣 還可以還可以 我要生我自己的去了 其他的狀況就是 兩位攝影師都下去幫忙了 這個最好是 你真的是車子比我長的人 你來我就是崇拜你 我把我 啊 我好像剛開車的人 我現在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我頭過不去什麼 我可以嗎 拉紙拉紙 左邊肚子到了 我們住在這好不好 我們覺得怎麼樣 我們就不要出去了 我住不去 這個誰設計的 我真的要堅決你 你再退回去再一次 我不要 我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退 你一定要退 給我這個停車檔的設計人 我真的設計 那這是魔王了嗎 這是魔王了 我覺得我好像人生 第一次學停車的那種窩囊感 欸 有人開休旅車下來 我真的是不相信他出得去 好怕我腳在走欸 拉直 先拉直 你車頭還很多 你車頭還很多 我車頭看起來很堅耶 還很多 拉直 拉直 你肚子不行了 我已經拉直了 我肚子很好 要過了沒 我頭過了嗎 快過了 我要刮囉 我覺得 我要刮囉 我們就刮吧好不好 頭轉打到底 我刮囉 我瘋了 我好想哭 我剛經歷了我的人生 最痛苦的14分鐘我要瘋了 我從來沒有覺得停車這麼難 我沒有辦法再囂張了耶 這一定是我此生的大魔王 如果有人可以超越它 我就真的開不了 我就會當機立斷下車離開 來來來來來 出入口難度 你一開始就已經要吃比較邊了 我覺得大概三顆吧 因為路上會有很多車跟人 然後你不可能一次右轉就切下去 它的斜坡跟車道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下去右轉 它沒有很斜啦 所以它的斜坡難度大概 兩顆星 車道難度就是五顆星 可不可以給我十顆 好 有可以到十顆嗎 這顆真的太難了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停車格 因為它就是四格 如果你其他三個都停滿 然後你要直接停 你也要像我剛剛這樣 來來回回大概三到五次 三顆星 綜合評比真的太難了 不要來停 千萬不要來停 不要 好 我要去下一個 車道窄 技術差得別來停 會車很痛 超爛的停車場 設計不良 上坡坡到低小 不跑開 路寬太窄 只有一個車道 車道不小心A倒了 好辛苦 你看我整個氣焰都已經沒了 你看我一開始都那麼期待 我現在反而恐懼了 出發囉大家 這一個比較窄耶 好怕 好龜 有一個有一個 它剛好在斜坡這邊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它會吃一點坡道的弧度 再一次 之前是不是說 沒有一次停車都不算會開車 先提你給我下去看一下這個地理位置 我今天已經要瘋了 我這個能兩次 你們真的是要崇拜我耶 成功 沒事為了拍照嗎 我們在拍一個挑戰停車場 姐姐你有遇過有撞到的嗎 遇到上去都會自己去撞那個 都會去撞車子去撞 姐姐謝謝 拜拜 我們剛剛挑戰完中正區的那個停車場 他們其實所有的提醒 跟它的那個防撞都做得滿好 它會貼螢光綠色的 讓你知道說 這邊有可能會撞喔 然後它那個名喇叭這件事情 它也寫超級大 所以像我這中間遇到了兩三次會撤狀況 但我都有聽到喇叭聲 可能會互相離讓 這個的話我覺得一開始是出入口難易度 進去的是在那種一般的住戶中間給你一個車道 反而比較會緊張一點 可能有三顆星 因為有人嘛 然後你要直接這樣轉進去 坡度的話我覺得 大概兩顆坡度其實不難 車道的話也是兩顆 因為我覺得它的空間都還夠 最後一個是停車格 我那個 如果你可以在那個最邊邊要尻一個斜坡度 你可以粘次停進去 那你超強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挑戰這麼邊的話 我覺得至少難易度也有個三顆星 整體難易度我給三顆星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可以試試看 好 那我們去下一顆 走吧 大家上車了 轉上去囉 你們一直敲碗的桂林佳樂福 我來了 從出入口開始感受 入口滿大的喔 來囉來囉大家 它也知道一次轉到最上面嗎 心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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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佳樂福 我們就這樣一路上到頂樓來了 這個的難度 可能在大賣場裡面 大家會覺得比較難 但是我覺得以我們是 最難停車場挑戰C6的話 它相較沒有那麼難 我覺得難易度你從出入口的話 它可能難易度就一顆星 斜坡的話兩顆好了 因為斜坡如果有會車什麼的 你可能會有點緊張 然後車道不難 因為它車道其實蠻寬敞的 兩顆好了 停車的話就一顆 因為 很多停車格 這是大賣場OK 整體平均分我給兩顆星 相較沒有到這麼刁鑽啦 現在櫃林佳樂福 讓我剛剛輕鬆了一點點 然後下一個要去的也是大家敲碗的 我們要挑戰各種佳樂福跟愛買 大賣場我們都挑戰一輪 那我們就先上車囉 走吧 我們現在呢就是要轉點到下一個 魯州的停車場 但是因為我們肚子餓 所以我們決定要去加碼一個知名的得來速 聽說是到駕照路口等級 今晚還特此報導 聽說有人開進去差點快閃廟了 這麼誇張 讓我感受看看會不會真的這麼難 那來速我來了 看起來蠻寬的啊 看起來蠻寬的啊 好 好窄 他好苦這樣逼人啊 所以如果是 可以過啦 前面等一下都過了 我怕什麼 他這個撞得好嚴重 千萬不要隨便的來玩 好不好 大家還是要小心謹慎駕駛咧 聽說是北部最難開的板橋 又有人說 攀稱魔王級的關卡 以後只要誰跟我說北部最難開 我就會貼剛剛那個全臉的 不服來站 欸我看到了 加了三個次 看起來很大間啊 出發囉 好 這個很斜耶 而且它的彎道沒有很寬耶 這個在大賣場接著算是蠻讓人生氣的喔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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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暈又窄 哇我也不舒服耶 也是讓人蠻不舒服的 來了啦 到了啦 快點鬆懈了 你到這就過嗎 你上來覺得難 你出去就一樣 抱持著謹慎的心把它開完 啊不然這時候撞到你就哭哭 成功啦 他有打破我對賣場難度的那個謎詞 我覺得他有難 因為他那個坡度 從出入口來算 出入口是簡單的 因為出入口沒有到那麼窄 難易度我就算一顆心 但是他的 氣質是很難的 斜坡蠻陡 我覺得至少三 車道的話 我覺得他壓迫感很重 不夠寬敞 然後他又有畫那個 紅色很粗的線條跟箭頭 視野跟整個開的感受度都不舒服 真的有到三顆心 車位的難度 沒有難度 就是大賣場一顆心 總分這個真的有到三顆啦 如果你是以我們今天整體挑戰的話 我覺得他中間值 我跟你說 3月4號我永遠不會忘記今天 我遇到了 我活到現在覺得最難 那23個評價全部人都說超級難 我也蠻開心我會有這麼大的挫折感 因為人受了挫折我才會那麼安逸 然後不會那麼拽 不會一直說我很厲害 他們每次都叫我不要太囂張 歡迎你們投稿 就是無論是台北的 新北的 宜蘭 甚至是南部 全台各地 因為我們有點想要把這個企劃 拓展到更多地方 我真心請技術好的 你們給我去填一個 我忘不掉 雖然我滿分是五 但是他真的有到四 那今天謝謝大家 我今天好累了 那我們就下班囉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如果喜歡停車場系列的 請多多分享 多多按讚 多多叫朋友來看 掰掰 掰掰 妳現在是連自己的車都出不來喔 妳現在是連自己的車都出不來喔 我昨天好像就出不來 可是我又退了 老闆 有刮出東西嗎 老闆 好像沒有好像沒有 我碰到我就退了 我要炸掉這個鈴鐺 我連我的車都過不了 來喔 再來喔 我過了 可以喔 過了啦 過了啦 妳說什麼 妳說什麼 妳說我再一次的群車場 我就不興趣喔 改名字 掰掰 好可愛喔 我計的車可以啦 我計的車可以啦 我計的車可以 好不行